烏骨雞出爐囉 打開烤爐 香噴噴的烤雞 一拿出來整隻黑黑的 客人乍看有這個疑問 剛開始看到就像炒灰搭一樣 以為是烤壞掉 結果不是 是烏骨雞 其實還蠻搞笑的 就是烤起來之後整隻拿炒灰搭 還蠻多人其實客人來現場說 怎麼真的那麼黑 那麼很像炒灰搭的 到底能不能吃這樣 這真的不是烤焦的雞 店家特別選用市面烤雞 少見的烏骨雞當主力 黑色的 所以烤起來你根本沒有辦法說 看到說裡面到底是有沒有熟 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樣的 困難的地方在這邊 抗承一隻隻歐罵馬的烏骨雞 還完車袋再進階到 採購三個大鐵桶開啟店面 加入薑黃多一位 訴求不用沾醬能品嚐烤雞的千田 而來自山區關子嶺的烤雞名店 到市區展店拓展版圖 我們不是市場隨便買的 我們是從一個牧場 固定一個牧場來的 我們的烤雞都有經過挑選的 畢竟永康還是有很多人口居住的 然後就不用特地跑一趟 到關子嶺去吃烤雞 烤雞最重火後 烹飪過程得隨時調整溫度 或烤雞角度 技術就是它的溫度 還有雞的新鮮度 業者想讓客人不用跑到關子嶺本店 就能享用美食 拓展據點加入台南市區烤雞 香雞大戰 三地區的王少雄 唯一聞台南報導 油亮亮焦糖色的烤雞出爐 冒著熱氣一邊滴著雞油 剝開來有滿滿蔬菜香氣似義 高雄人舞這一家路邊烤雞攤 總是人氣很夯 在鳳山也有另一間烤雞快閃店 沒預約很可能會撲空 不只在高雄 台中也有烤雞攤 全台都有分店 甚至還跨海到離島澎湖快閃 吸引大批時刻 生意好到民眾得自備塑膠椅 大排長龍坐等烤雞出爐 多隻烤雞人人愛 也動起商業腦筋 全台灣越來越多 因為我們夥伴裡面其中有一個 他家裡有養雞廠 飼料廠 煮菜廠 一起作業啊 大家分配自己做這樣 唯一一個一條龍作業的行動烤雞 其實你只要一個爐子 然後跟瓦斯 然後下面這個瓦斯爐 這樣就可以創業了 然後最多你如果說還要的話 就再加上一個攤車 基本上的花費金額 會在十萬塊以內 創業成本較低 業者開放加謀 有錢大家一起賺 像是臺中起家的烤雞 在各地開滿分店 高雄起家的主打開放加謀 另外雲林也有業者 在全台快閃擺攤 大鐵桶 肉雞調味胡椒粉 手扒機手套等等一條龍 都由加謀主發落 如果要維持經營 包括自己的薪水 然後租金跟店面的話 平均一天大概在十隻左右 你如果要算賺錢的話 就是十隻過後 以流動攤販開賣 免裝潢租金 只要掌握烤雞技巧 十萬輕鬆創業 也讓烤雞攤子 像雨後春筍般暴風式 在全台越開越多 三列新聞黃大衛武惠山 高雄不倒